我们刚介绍到第一张图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去做2016年跟2017年的比较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首先我们先画出来2016年的这张图 2016年的这张图 所以怎么画2016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资料 这边有一个叫做筛选 好那当然针对这个年年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是设等于 等于 我们看到等于或是是 是多少呢 2016 ENTER 是不是就只剩下这个2016 那我们这2016来去看月好了 所以我们点它 是不是就变成 2016年1月2月 好奇怪 好奇怪的一个情形 反正就是 就是它从大概2016年的 可能 可能这个月才开始使用 可能会是这样子了 或者是前面就是没有资料 好了那请问 这是不是2016年的资料 好那我是不是想要呈现2017年 所以呢 复制 就是我选到它 复制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要2017年 我就直接把这一个筛选 刚刚这边不是有做筛选吗 不能在42016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橡皮叉 清除 然后去年这边 改成什么 是2017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你至少这样子 是不是两张图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写 任何的韩式 知道吗 可是你就可以 如果 如果你在画图上面 你是很有天分 你都可以直接画出这样子的图 只是多搭配一点 它这边的一些筛选工具 可是等一下我们要换色 怎么换色 2016年 2016年 假如说我们今天把格式 请问你觉得要改什么 你觉得应该不是改X轴 对不对 也不是改Y轴 那是不是资料色彩 这边好像资料色彩 跟它有关系 还有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绘图去 可能跟它有关系 对不对 好 我觉得你这样来去思考 其他什么背景都不是 什么锁定长官 锁定长官 刚好 这边都是到1000 所以应该不用改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资料色彩 预设 假设我把2016年 2016年 改成 例如说红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两张图叠在一起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了吗 当然啦 最好都是用折线图来呈现 因为比较嘛 你用资料图不是前面挡住后面 所以怎么改成折线图 例如说 这个地方点一下折线图 这个地方点一下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把两张图叠在一起 你不就做完了 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一下 因为这边可以到1200 可以到1200嘛 所以这边是可以限制的 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还是把它调整 例如说 我把这边也改成到1200 好不好 这样两边在相同的一个基准下 才能做比较 所以点这张图 这张图的格式 应该是Y轴 Y轴 Y轴的什么 结束 我设成1200 这个开始是0 对不对 好 开始 结束 1098 就是1200 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再把它拉回去 我们现在再把它拉回去 重点是这边 这边它是呈现600到1200 好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也要改 这个 我的Y轴 Y轴的开始是0 然后结束是1200 然后这样子放上去 这样子来去做比较才会是可比较性 当然啦 如果你会写函数 我们最后教也都不是教你用这种方式 只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容易的去做到 做到比较 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特色 我不能不教 这个很重要特色 两张图可以很轻松的叠在一起 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比2016年跟2017年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